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19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文微博 我是Cherry 《纽约时报》披露18日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 美国总统川普考虑任命大律师希德尼·鲍威尔为特别检察官 以调查大选违规事件 据两名与会的之前市透露 川普总统在本次会议中讨论了任命鲍威尔为特别检察官的事宜 并且最近几天 川普总统本人也和鲍威尔保持着密切联系 《纽约时报》表示 川普的大多数顾问都反对总统的这一提议 其中包括总统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朱利安尼通过电话参加了本次会议 最近一段时间 朱利安尼都在劝说 川普总统让国土安全部加入川普团队反转大选结果的努力 《纽约时报》在该篇报道中将鲍威尔形容为 释放大选阴谋论的专家 目前尚不清楚川普总统是否会切实推进这一计划 对密西根州多邦尼投票机进行法证审计的分析师 12月18日公开表示 密西根州政府官员推动删改了部分报告内容 这关键部分内容显示选举结果被改变 同盟特别行动组联合创始人选举安全专家 拉塞尔·拉姆斯兰德在美股新闻极限节目中说 原始报告中有我们公布的日志证据 可以表明我们确切做了什么 发现了什么 这些内容最后都被删减了 所以现在有人会说没有真正的证据 因为这些日志如果能够公开的话 将非常清楚的显示排序选择投票的算法被开启了 也将非常清楚的显示有大量错误的信息 还将非常清楚的显示竞选被反转了 对此 密西根州州务卿乔赛里·本森的办公室 拒绝置评请求 12月19日 美国总统川普对美国遭受的黑客大举骚扰 以及指向俄罗斯的矛盾 首次发表评论 致以把大规模网工归咎于俄罗斯的说法 而将矛头指向了中共 据报道 黑客群体已成功入侵了SolarWinds公司的Orium平台 并利用这一管理监督信息网络的平台 入侵了美国财政部等多个政府机构的门户网站等 法系者援引信息安全领域专家的分析 认为主要嫌疑来自莫斯科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在18日官方宣布指控俄罗斯 对于这一事件 川普18日发推认为 比起真实世界 网络攻击现象其实在散播假新闻的媒体当中更有存在感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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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出现什么事情 这就是最优先的口号 但这也有可能是中共做的 只不过主流媒体出狱 尤其是金钱原因不想提罢了 目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尚未公开评论 到底是谁幕后主使这项大规模网络入侵行动 明年1月5日 美国乔治亚州的联邦参议员补选 乔州将会新增75858名合格选民 乔州州务卿拉芬斯伯格18日警告 非乔州公民不得在乔州投票 除非他们打算定居乔州成为合法居民 据美媒报道 乔治亚州新增了7万多名合格选民 其中56%的选民年龄小于35岁 这些新增选民部分是新定居于乔州 部分刚刚满18岁 他们都在本次美国大选的选民登记截止日 及10月5日和明年参议员补选的选民登记日 截止日期 及12月7日间申请成为乔州注册选民 目前乔州共有770万合格选民 上次大选共500多万人投票 根据此前的选举情况 两党选情紧绷 也意味着这两个月新增了7万多名 首投足或许能左右明年的参议员补选 乔治亚州共和党人18日 向美国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提交动议 要求法院立即命令 州政府官员针对1月份举行的联邦参议员 复选投票 对游戏选票实施一致的签名认证 美国司法机关18日起诉 并通缉Zoom公司在中国地区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金星江 指控他涉嫌帮助中共政府审查视讯内容 对此Zoom随后迅速声明表示 公司遵守美国政府保护美国免于受到外国势力影响的承诺 目前已经将这名员工解雇 美国司法部18日发布新闻稿 称金星江是这家美国公司与中国执法部门和情报机构间的主要联络人 负责向中共政府提供公司视讯平台的用户和会议讯息 偶尔会涉及中国境外用户 39岁的金星江被指控进行言论审查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 司法部新闻稿虽未提及公司名称 但外媒和民运人士王丹都指称是Zoom公司 Zoom公司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表示 公司遵守美国政府保护美国免受于外国势力影响的承诺 一直与美国政府保持密切合作 也持续在内部进行彻底的调查 由于该员工违反Zoom公司的政策 目前已经将它解雇 也要求其他员工休假等待内部调查完成 Zoom还强调 他们已经采取行动来证明公司的价值观 并停止在中国直接销售和线上服务 12名香港人在前往台湾期间被广东海警截获 至今已在深圳扣押119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8日在推特上发文指 涉事12港人应立即获释 并称他们所谓的罪行只是想逃离暴政 蓬佩奥指出应该立即释放12名港人 他们所谓的罪行就是逃离暴政 今天的中共当局正在把香港变成昔日的东柏林 积极阻止自己的人民到其他地方寻求自由 蓬佩奥自今年9月起曾多次为12港人发声 例如关注12港人未能与家属委托的律师会面 又曾表示12港人并没有犯罪 认为他们只是相信自己享有自由和权利并没有犯罪 中共驻美大使馆19日再次发布新规 针对前往中国的乘客进行新冠核酸检测及血清抗体检测 每期时间12月23日起核酸检测报告还需明示具体采样方式 血清检测则必须由专业医护人员通过静脉血采样 报告也需明示检测方式 根据新规 每期时间12月23日临时起 血清特意Igm抗体检测 必须由专业医护人员通过静脉血方式完成采样 检测告告必须同时标明血清Igm静脉血等字样 不再接受止尖血方式完成的采样 同时报告还必须明示具体的检测方式 另外核酸检测报告必须明示具体的采样方式 行轨还包括为了防止检测后跨州旅行感染 附中乘客必须在本人搭乘的中美直飞航班起飞地 进行核酸抗体采样并送往相关实验室检测 此外申请健康码时需同时上传机票行程 起飞地采样的证明 新冠出现传播速度更快的新变种病毒株 英国首相约翰逊19日宣布 伦敦疫情警报等级20日起升级至第4级 先前宣布的5天松绑圣诞计划也将取消 约翰逊在当天召开的临时记者会上宣布 由于新变种病毒株出现 英格兰东南部地区过去几天确诊案例飙升 新变种病毒可能比旧病毒增加70%感染率 但他也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新变种病毒更加致命 或是会让疫苗失效 据报道 约翰逊直到上周都不愿松口取消圣诞计划 称不让家人团聚太不人道 但在紧急会议后 约翰逊宣布计划必须取消 中国企业爽约不还钱的债券违约到底有多严重 据中美报道 截止12月18日为止 有164档债券发生实质性违约 债券违约金额超过1600亿人民币 其中民企违约额603.74亿人民币 下降45% 稍有改善 但国企违约金额达518.97亿人民币 创下了历史水位 还比去年多三倍 中国政权认为 债券违约的国企集中在煤炭 钢铁建筑等传统行业 大多是获利能力差 又债台高筑 且属于高信用评级 如今中共政府似乎不愿意出手相救 预计大型国企违约状况才刚刚开始 未来信用收缩下 或有可能爆出国企违约潮 最终中国企业信用将全面快崩 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的将会袭来 据军方消显示称 16日下午1点30分许 一架美国空军的联合锚钉侦察机 经过韩国首都地区上空 飞行至西海上空 考虑到该侦察机覆盖范围为550公里 相当于是在中朝眼前开展侦察活动 有分析认为 美军机正直接挑衅监视者 据朝鲜日报报道 联合锚钉能够监听 韩半岛全境的通讯信号并追搜发行地 在空中的最长续航为12小时 飞行距离可达9100公里 此外 当天以死亡天鹅的别称 而为人所知的两架美国空军B-1B战略轰炸机 在日本沿国基地着陆 B-1B同时降落在日本基地的情况十分罕见 军方人士称 据推测 B-1B可能是在南海上空飞行后 在日本降落 这一系列动作被认为是向中朝进行武力展示 好了 以上是本期望微播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